政府过去积极推动改善和提升公共服务表现 以落实高效率服务 首相拿督斯·伊斯曼·沙比里建议 公共服务领域善用数码化、数据分析和物联网科技 确保政府机构为人民提供更便捷的服务 他也为公务员捎来了好消息 包括调高薪资涨幅 预计有上百万名公务员从中受惠 首相今天在2022年第18届公共服务首要大会上致辞时 建议加快落实提高公共服务新常态计划 好让与政府部门互动的民众和商家 可以获得更快速和简易的服务 也让政府机构的线上服务能够超越原定 在2025年80%上线的目标达到百分之百 也认为47% 由193个国家 在公共党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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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an menerima menafaat ini dengan implikasi keuangan sebanyak 1.5 bilion ringgit sebagai contoh sebelum ini kadar KGT bagi grade 11 adalah RM80 maka pada tahun 2023 beliau akan menerima kadar KGT asas sebanyak RM100 menjadikan jumlah KGT diterima pada tahun 2023 adalah sebanyak RM180 berdoa 是爷爷奶奶和兄弟姐妹 以便近亲死亡后 有时间处理后事 此外首相也透露 公共服务局将会根据 事态与政府的财政能力 研究调整公务员的薪酬制度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